Dless 大家好 我是霸道哥 今天是凌晨5點08分 我現在來打沙漠之王 我也是韓國的話 我也是沒有客金 無客 那打這隻網的話 其實被他打到的話 傷害是 7萬幾票 7萬喔 很痛 所以你一定要閃避他兩招 那這個已經往後跳 那他下一招的話 已經是知道了 往右邊講 就在兩招 重複Double 然後你要多利用一下 地面的地形 要多利用地形 那就是你也不能拉得太遠 一直往後跳的話 會把網拖得太遠 他就會再跑回去 跑回去的話你就會重新再打一次 因為他的HP就會滿 那看網跳會移回中央一點 打這網笨正晶晶的 給的獎勵還不錯啊 最後面就是 開到那個 兩個寶箱 一個 一個戒指 戒指沒什麼 可是寶箱裡面的東西比較好 那到底是什麼呢 有加入我平常應該就知道了 因為我剛剛打完之後 我把 看寶箱的東西也放出 還蠻頂級的 還不錯 這隻沙漠之王很難打啊 你的 你如果是用手機然後換模擬器碼的話 千萬不能Lag Lag的話 Lag兩三秒鐘都會掛 因為他的字包 方式還很快 CP時間很短 我剛剛直接往後跳 跳到他背後 因為我還是要 想到說要把他拖回去不能拖得太遠 那我還是往後跳一點 那下一招的話應該就知道了吧 我往右拚走一點 就是 不要在他紅色範圍裡面就可以了 講的很簡單啦 但是實際上你們去打就知道了 有課跟沒課 有課跟沒課差很多 我好像完全沒有課 那個不是等級的差異啊 雖然他85等啊 但是我現在等級了 但是那個被打一下 是7萬 那根本就是 你喝一瓶水 一滴10秒 你能回頭回來 那我們就 下次見啦 你們分享給大家看 記得影片幫我 按讚訂閱 頻道分享 那如果說還想 看更多影片 記得訂閱啦 掰掰 掰掰